这四个撩妹手段,女生最反感,简直分分钟暴走,一,当认识就表白,一拒绝就消失,拜基认识的小哥哥为师,小哥哥说叫我一个撩妹禁忌,撩妹禁忌第一条,当认识就表白,一拒绝就消失,女孩子是需要去打动的生物,很多女孩子并不相信一见钟情,需要感情慢慢的。 慢慢的去打动,很多女孩子对于像自己,表白的人都是持有一种观望的态度,本想着等你下次表白就答应你,哪晓得你人间蒸发了? 二,要求女生秒回信息很多,男生受到霸道总裁文的荼毒,以为女生都会喜欢那种霸道到无可奈何的情感,不知道哪里来的密之自信感,对于亲爸亲妈都不一定秒回,面对对方这个正在追求自己的二百五,不秒回还生气,分分钟拉黑算了。 三,开黄枪女生在自己不喜,欢或者是不怎么熟悉的人面前,是坚决不能容忍男生的硬疗和开黄枪的。 男孩子要学会建好就收,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会,拿婚段子当作生活的调剂品的。 更不要开了黄枪之后还,跟女生在那儿装懵懂无知良好青少年。 四,自傲娇有的男生,自以为装高冷,可以让女孩子对他们更加有兴趣。 明明喜欢的不得了,但是偏偏憋着不说,傲娇的不得了。 明明自己主动聊的姑娘,隔一阵子又玩什么欲情故纵,遇到狠狠心的姑娘,分分钟不理你们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